好,现在我们就把整个这个人的造型就会绘出来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练习来熟悉绘画工具的使用 那么绘画出来这个人物造型它是一个静止的 我们还要让它加入到后面的动画过程中 让它产生钓鱼啊,这种动作在 那用我们之前所学的这个知识去想的话 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繁重的工作 因为这个人的动态会非常多 即使仅仅是关于位置,precision的这个动画 我们也会设置非常多的 要手,要脚,还要手脚协调 还有身形步伐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就觉得很麻烦 没错,那我们就马上给大家来讲解这个 After Effects里面特有的这个Puppet Pin 这个关键帧的这个人偶动画 那人偶动画是怎么一个实现的呢 比方说我这里有一个人偶,大家可以看 如果它是一个静止的,如果就像我们刚才画一张画 它没有关节,它是动不了的 但是如果我们给它加了很多关节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到,它就可以实现动画 而且呢,这些关节动画可以带动它去走一些 就是有联动的这种效果 而After Effects的Puppet Pin的这个功能呢 就是帮你在这个静态的画面中打入这些关节点 那有了这些关节点呢,我们就可以对这些关节点做关键帧动画 我们说这样的工作,就实际上把我们从很繁重的这种原始动画里面就解脱出来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画时代的一个工具使用 我们就可以来实验一下,怎么来使用这些具体的工具 了解了人偶系统的原理,下面就让我们来具体操作一下 首先我们在工具栏中找到Puppet Pin Tools 就是我们的人偶图钉工具 那么这个人偶图钉工具呢 就是相当于为我们这个人偶来定制关键点 那这些关键点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最好是一些重要的关节部位 因为人体的结构就是由这些重要的关节部位来带动整个的身体活动 所以我们用它来点这些 它的作用一方面有两个 一方面是可以锁定,一方面是可以移动 我们来试一下 那在什么地方来打呢 我们首先找重要的关节部位 那头部我们先来设置一个点 然后呢,肩部来设置一个 那个臀部也设置一个 手部设置一个 那脚呢也是最重要的支撑点 我们在两边的各设置一个脚后跟 然后呢,它吊上的这个大金块上面呢 我们也设置一个关键点 那这样,我们先暂时设置这几个 然后来看看它的效果是怎么回事 那我刚才说了 这个图钉工具呢 一方面是锁定,一方面是移动 那现在我相当于锁定了这几个关节点 那我们来尝试一下移动 我们把鼠标放到这个黄圈上面 来轻轻一移动 比方说我们先放到肩部这个位置 试验一下 我们发现这一个肩部的活动 带动了整个的这个身体的结构 而且发现还符合身体的运动规律 我们前前后后发现 真的蛮像是身体的这个运动的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动画呢 我们来看一下工具栏的这几个选项 工具栏上面有一个叫做Mesh 我们称之为网格 点开它之后我们就会看到这整个的画面 整个的这个人物造型 是由若干个三角形来组成的 所以它后边的两个参数呢 一个就是说这个Triangle 就是这个三角形有多少个数 那现在大概有350个三角形在里面参与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参与的三角形越多 网格就越精细 那控制的动画的细节就越精确 但是同时它也会带来你操作啊 速度运算速度会变慢的 所以这个数值我们自己衡量 尽量保证既精确速度又快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旁边的再往前 这个expansion这个扩展的属性 来扩展你对这个人物 这个动画 对这个造型的影响力的范围 到底有多大 理论上或者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让这个网格刚好遍布整个图层就可以了 不用扩得太开 也不用收得太紧 大致是这个合理的一个数字就可以了 了解了这些参数之后 我们再回过头多试几个这个移动点 看看我们把这个图屁的这个控制点 放在不同的这个关节上会产生什么的动画 那比方说我们以头部为主导 这样会发现有很大的变形 那我们以这个臀部为主导 我们也会发现这个动画会以这个发力点来影响到全身 我们会发现它真的很有这种动画片的这种夸张的这种效果 我们发现这种身体的这种延展力度 都是我们平常见到动画片的这种效果 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发现这个头部的这个延展 就有点夸张的过度了 如果说是手部或者胳膊 那我们说这样的话这种动画的这种夸张都是可以在接受范围 但是一个人不会因为使了很大的力量而头部变形 所以说这就是说我们需要做一些精细的控制 那这个控制是什么呢 我们给大家说还有一个工具要帮助大家去使用 我们叫做stash 这个工具是干什么是叫做硬化工具 那硬化工具就是说我们相对于某些地方 不需要做这么大的夸张 我们就给它做一个硬化的处理 让它不要参与到这么夸张的变形里边 那怎么办 我们选择工具的第三个工具 这个工具叫做硬化工具 硬化工具 我们就在打开这个网格的这个状态之下 来看这个网格的这个硬化效果 我们把头部的这个地方点一下它的网格 那通过这个喷刷的这个范围 我们就看到有些区域变深色 那喷的这个区域的深度 就表现得最正的硬化的程度大约多高 我们大致把这个头部的这个范围都让它固定下来 不让它就差了 然后我们返回到第一个工具里边 再一次的拖动这个这个节点 再来看一下我们动画 现在发现手部 它的腰身 它都在做很多的夸张 但是头部恢复到了我们正常的状态 那这样的话符合我们对动画的理解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 这另外一个工具我们称之为硬化工具 当然我们我们要想控制这个动画 让产生一种效果 什么效果就是这个人在拼命的跟这个 这个掉上来的这个大现金在这里较劲的这个效果 我们可能不是某一个点的参与 很可能很多个点都在参与 所以我们在做这样移动动画的时候 实际上是不只可以选择单个点 也可以选择多个点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按住shift键 加选几个关节点 我们就会发现有两个点参与的动画 或者三个点参与的动画 大家可以看到结果又是不一样的 好关键的节点都做完了 那我们也不可能光靠鼠标来调这件动画 我们要真的让它输出动画的情况下 还要设置关键帧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为它怎么来建立真正的输出级的动画 置键帧